接著我們就要來把濾鏡加進來 剛剛我們這樣做了之後 它幫你把路徑抓起來 但是抓起來之後 它其實是一個什麼 移動的路徑 所以如果拉動時間走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的塗層有沒有在那動來動去的 對不對 可是我並不知道塗層動 我在哪寫出 所以這個時候 要麻煩你 我這邊有特別標記一下 說請再增加一個空白塗層有沒有 因為現在這個塗層會動來動去的 你要怎麼寫在上面 寫不出來 或者應該這樣講 寫出來也會動來動去的 怪怪的 所以我們再增加一個 到layer裡面new 我們再增加一個空白的塗層 好 那這個顏色為了跟前面做區隔 所以我射程不一樣的 那老實說 它什麼顏色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因為待會我們設定了這個濾鏡 寫字的濾鏡 ride on之後 其實你可以忽略掉背景顏色 所以你用什麼顏色都可以 我們沒有特別去限制 OK我用綠色的好了 增加一個空白的 有沒有這樣又多一個 那我在這個圖層上面 才來加入我們的ride on的濾鏡 那各位看一下我們ride on濾鏡在哪裡 在effect的特效裡面 有一個generate產生ride on 我們找找看 點到了這個圖層 到effect get general 產生 最下面可以看到ride on 在這裡 你就把它按下去吧 玉色寫出來的字會是你這裡看到的白色的字 所以如果你的圖層是白色的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等一下好像會看不到 所以你的圖層的顏色 最好不要設個白色 各位套用好了之後 我們現在要把它寫進去 那怎麼樣寫進去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話 在這邊 我們的路徑是在另外一個圖層上面 對不對 那麼我要寫字 到底怎麼寫呢 它這裡有一個屬性 就是ride on的屬性 有一個筆刷的位置 有沒有 這個位置要跟誰一樣 來你看 假設我有一支筆 我有一支筆 在這裡寫 那這個寫的路徑 是不是要跟這個一樣 對不對 我們剛剛抓的那個一樣 所以呢 在這裡 有一個叫brush的position 那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就是要抓 我們下面這個圖層裡面的這個屬性 那這個範例裡面 我們第一次用到什麼 A1的層次 因為A1其實可以寫層次 那你一定開始有點 不太能夠接受對不對 層次會不會很難 沒有 你只是拉一拉而已 因為A1裡面的層次 因為A裡面的層次 它比較像是網絡上的java sweeper 所以 為什麼我們在這邊要特別用層次 各位記不記得 以前我們曾經介紹過那個 副層 豬尾巴 有沒有以前有介紹過這個 你如果用這個 不行嗎 對 在這邊不適用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要抓的是濾鏡本身的位置 不是這個圖層本身的什麼 所以要麻煩你先把這兩個圖層的這個筆刷位置跟position 我要看得到 你就是不能像這樣收起來 你可以這樣打開 那如果你要比較快一點 你可以按鍵盤上的p 鍵盤上的p 有沒有這個position跑出來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懶著那裡開來開去的話 你就按鍵盤上的p 所以現在呢 這兩個 一定要能夠在 時間軸的螢幕上看到 這樣有沒有了 看到了之後我們現在麻煩各位點到上面這裡 點到 筆刷的位置 有沒有 crash的position 請你點到它 我們要來寫程式了 怎麼寫 從動畫這邊 animation add expression 那老實講這裡有快速鍵啊 只是呢我想我們就是 從選單去找 各位會比較容易 點到這裡喔 一定要點到 brush的position 你點到它之後再來上面 animation add equation 我們用a寫程式 我們用a寫程式 最主要就是 你可以針對某一個屬性去做喔 那我現在針對它增加程式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我們好像多了一個 有沒有這裡多一個東西跑出來了 就是它在等你在這裡寫程式 這樣了解嗎 你看這裡有沒有多出一列 而且呢 你如果認真看一下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的這個數值 有沒有變成紅色的 平常我們手工去做調整的都是藍色的 但是寫程式的它會變成紅色的 另外呢在右手邊 這裡 會多出一個讓你寫程式 寫文字的地方 所以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喔 所以在這邊 那你點下去這裡 按下去 好這邊就可以寫 但是要你這樣寫有點困難對不對 所以不用擔心 請你來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豬尾巴 在它下面 筆刷位移的下面 這裡有個豬尾巴 我現在呢 不用自己寫 我只要告訴它 我要用這個豬尾巴按著它 拉拉拉 往下拉 我要參考我的位置 剛剛抓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請各位先把 這兩個屬性先打開看得到 因為你如果沒看到的話 這樣拉下來你就選不到它 這樣了解了 因為當我這樣放開 你注意一下在我右手邊這裡的變化 程式就寫進去喔 好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變了 這裡現在就變了 它就會把你的筆刷去參考 剛剛我們抓的路徑 那我先拉動看看時間走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點在跑的 那有一個很細的東西 有沒有寫出來 你看 你看 有沒有一個寫出來的效果呢 只是呢 第一個寫出來的字冷器 第二個 筆畫之間有沒有一點距離 這個是代表我們在微調的地方 我再做一次喔 你再看一下 現在我先點到它 對不對 筆刷的位置 按到Animation Add integration 這時候會跳出這一行來 那它的下面這裡 也會產生一個這一行寫層次的 那這裡有一個豬尾巴 按著它往下一拉 連結到這邊 放開 這樣你的程式就寫完了 你可以拉動看看 看有沒有寫出來 好 如果沒有看到 有可能是 你比例比較小 你可以放大一點點 有沒有這樣有看到一點點 再靠近一點 這就看到了 待會呢我們就是要調整它 好 所以等一下呢 就再回到特效這邊 就可以做調整 可以做什麼調整呢 首先第一個 筆刷的顏色不會改 可以 筆刷的大小是不是可以改 所以如果你覺得 我這邊太細了 沒有關係 我們把筆刷 有沒有調大支一點 這裡 筆刷調大支一點 這樣子 就會比較粗 第二個 你如果覺得 點跟點之間的距離有點遠 請你調整這個 就是筆刷的間距 有看到的嗎 看起來0.010好像很小 不過呢 這個還是有點大 所以我再把它調整一下 你看我把它 往這邊調 沒有辦法完全變成0 至少要有0.001 有沒有覺得 筆刷之間接起來了 這樣子你看我拉動一下時間軸 有沒有寫起來了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以像這樣就可以做一個寫字的動作 那我們剛剛有提過背景 這個顏色是什麼顏色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呢 預設的話它會寫在這個空白塗層的顏色上面 如果你希望我寫出來就是透明的 你可以來這個地方叫做paint的style 就是寫出來的那個樣式 預設是這個有沒有在圓圖上面 你就看到我要寫出來只剩透明的 也就是筆劃留著 然後呢 原本的塗層顏色自動忽略 有沒有綠色就消失了 你就只剩下寫出來的字 當然我們這個時候也不需要看到誰 下面這個塗層眼睛就不用開了對不對 我已經抓到你的路徑了 下面原本這個塗層我眼睛就可以關掉 那這樣子有沒有你的這個就寫出來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 因為我只是要參考我們剛剛抓的路徑而已 所以這個塗層是不需要特別顯示出來的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產品的圖 或者是你要做的那個背景的影像 只可以放到後面 這樣就可以醒上去了 這樣了解